在警政署的统计中 去年台湾地区发生了 14000多件的住宅偷窃案 换句话说呢 平均每个小时 有1.6件的住宅窃案发生 而您可能不知道 为了降低住宅窃案的发生率 警政单位他们在各地训练了一批 治安风水师 什么是治安风水师呢 他们可不是帮你看风水 他们都是侦办窃案的资深远景 他们从实务经验中来破解小偷 侵入住家的手法 民众只要提出申请 这些由资深远景所组成的 治安风水师 就会免费道府服务 到底在治安风水师原理 一般住家有哪些环节 可能成为小偷下手的破绽呢 记者李杰林 张志龙 跟着治安风水师 到民众家里来看一看 锁舌一道 两道 三道 再过来就活动轮酸 就开了 我就挑开 挑开的话 锁舌就跟着开了 五道的话 你锁三道就好 四道的话 你锁两道就好 住宅窃道这一部分 就我国的数据大概 百分之三十六 三十七 平均十分钟 如果小偷他自己 没办法把它打开的话 破坏掉的话 他会放弃 目前担任寻佐的黄昭亮 是资深的第一线园警 这天晚上除了寻佐的身份 他还要执行治安风水师的工作 请问这是你的大名吗 对 我本人 真的 是 好的 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书 这个是我们参加 治安风水师黄窃顾问的一个讲习 考试合格的证照 亲了民众家中 治安风水师的工作就正式开始 黄昭亮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检测民众居家环境中 有哪些环节容易成为窃贼下手的破绽 我们是不是从前门的部分 是 开始检测 边检测我边给你报告 好 我们发现到 这脚链是外漏式的 那外漏式的脚链 它风险是 小偷 可以用砂轮机 从脚链的插销中间切断 三个脚链插销都切断 切断之后 用 拔定器 从这个门缝插进去 然后整扇链门 从这个角度 整扇链门拔出来 所以说呢 你在这一个脚链处 这个地方没有防护好的话 你这边的门锁 即使装得再好 再好的话 一样会被小偷用这个方法拔开 整扇门拆下来的切案并不夸张 真的发生过 这也是个大铁门 要是拆掉了 铁门铁窗全都被拆走 连电线也被偷捡变卖 一度让整个社区都没电可用 前几天王伯伯自己的家里再度遭殃 后门的铁门被偷 只好随便拿个木门替代 最近的事情啊 对啊 这就是稀合 我没有办法拿个木门当下来 为了避免小偷把整扇门拆下来 除了可以在门内侧加装防护装之外 目前防敲的门板 也可以提高小偷得手的难度 这个门锁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多段锁 它是婚离室组合起来的多段锁 婚离室的多段锁 它的钥匙理心是这么的一个薄弱的情况 就是这样就叫婚离室的 锁体跟锁合它是分开的 中间只有两个细细的螺丝 就是固定住而已 满桌子被破坏的锁 以及各种破坏工具 这些全都是杨建成的收藏 在案件正办中 杨建成对于小偷如何破坏门锁 特别下功夫研究 像这样的锁是婚离室锁 它的在切案现场的时候 它这个我们到切案现场看的时候 这个锁体已经被拿掉了 那里面手体的玄接锁盒之间的一个螺丝 已经断掉了 这原本是插在锁体里面 固定前这样 这样这样 来回这样 这样就是说折弯 折弯以后就会把这两个螺丝折断 再插进去以后 锁折一道两道三道 再过来就活动门栓 就开了 我会建议说 要加装像这种经过一体成型 经过热硬化处理的这种一体成型多段锁 你看它钥匙的这个脸芯是这么坚固 你有没有发现到 空隙的地方也只有这一个压克力黄固 那小偷会把这个压克力 不管是从这边也好或是下面也好 破坏之后 它有一种锅门器 它钩门器可以伸进来 这个勾勾可以去操作打开这些手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